欢迎大家收看港英 港英 港波经 又到前瞻 很快又到前瞻 这星期大家要留意 有早场 节目开始之前 惯常都要提提大家 我叫Tommy 你叫Donis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like 留言和分享 也可以用Superfan多谢我们 还有按钉钉钟 我们一出片出什么影片 你就马上知道 还有记得去我们的Facebook page like我们 跟着share我们 可以在那里留言 inbox我们 私信我们 很多私人东西我们都回答 是 好了 节目马上就开始 但是开始都要看一看 沉气都要讲一讲联赛网 因为现在都很紧臭 有看上一集回顾 就知道了 Tommy已经生气 哭了 不想说 什么不想说 跟着呢 好了 曾冠仍然是那两队 是 都是那一句 纵然优势缩小了 是 都仍是耗着分数 是 分数的东西 在几个星期前 我说李游浦打死了两场 对曾冠、欧冠都仍有些优势 因为你赢了才是球 不赢是没有分的 你明白 是 好了 再数据 我们欠欧冠席位 甚至乎欧洲赛席位 我们简单点说 三度第八位 第八位 李游浦就远一点 但是 至少三四五六 甚至乎第七 都肯定有机会 打得欧洲赛 是 甚至乎欧冠 而第八位 李游浦也很有机会 入到前七 打欧霸 是 在内中间 我就觉得 宾福特 富咸 车路士 都没什么争 是 水晶公 三年胜之后 就回上来 我们说过了 互级压力很小 最后一抽互级的 由修咸顿到列斯联 甚至韦斯咸 分数上仍是叫互领级 但韦斯咸打出一场 大致上 联赛榜就是差不多了 好 马上看看 今个星期有什么 刚才说了 阿仕奴主场 对修咸顿 事先说明 今集我不会做这一场的前瞻 都说他生气 不是生气 就是觉得不需要做 星期五 今晚就看了 希望 我觉得主场出击 对修咸顿都会赢 不是 Tommy说 每个星期分析都会输 不分析 不是 对上两次分析 是前瞻不是分析 所以前瞻就会输 赢不到 对上两次前瞻分析完 都会赢不到 今集不分析 对修咸顿都不敢分析 不敢分析 我觉得没什么 不需要分析 即是又打飞机 我觉得正在赢 不要说了 Tommy都说 上一周都说 第八场赢了 是 OK 好了 接着就是 星期六 虎咸对烈斯 虎咸又没有东西争 要做 烈斯互级 但烈斯互级 这场是怎样呢 接着是 宾福特和维拉 维拉 还在叫做 欧冠 宾福特近几场走势 令到他们在欧洲赛 就喪失了 竞逐的资格 是 很难 但宾福特仍然是 难道苦 是 接着就是水尖弓 对奥华顿 爱华顿 会不会在这身上 学爷爷身上 拿到少许分数呢 很关键 很关键 离斯特成对狼队 都叫互级大战 也叫互级大战 至少李斯特成肯定互级 狼队也未叫做完全上太岸 是 接着就是 利物浦对森林 一队智力争上欧洲赛 一队智力顾紧 因为有球迷说过 也是数字 是 利物浦赢完 是可以到欧冠线 因为假设 如果英超历史 70分 是打到欧冠线 是 利物浦赢完 是刚刚有70分 是 要赢完 我不敢说 是 对森林应该有些机会 对森林应该赢 对森林应该赢 是 主场 主场很稳定 好 接着 班尼茅夫对韦斯咸 互级大战 真的互级大战 是的 班尼茅夫 但是两队都叫做 上周联赛都有好表变 是 韦斯咸又取得了一分 主场互级阿仙奴 班尼茅夫还要绝杀 反辑热刺 是的 下面那两队 上周都失分 阳四大赛 今次正义要对撤 是 就是柳卡素 主场又对撤热刺 待会我们再说 这场球 因为最尾场 大战 待会我们再说 我们心想是哪一队 好了 马上去 前尖的第一场 就是 宾福特对 阿士东维拉 是的 本来以为这场球 应该是欠欧洲赛的席位 是 结果宾福特近期的勢力比较差 大家看到了 至少近五场都不胜 是 两和三负 还要输给 输给浪队 输给 输给 打和李斯特成 这些护级球队 输给柳卡素 输给万园 也算了 打和 这场欠欧洲赛就是这一刻 是 反而对面 我刚才也说过 不是这么简单 是马里治下 近八场联赛 八场不败 延续五场全胜 五场全胜 包括了 其实最重要的是 纽卡素 直接六分球 三比零 因为车路士两比零 就是车路士今时最作客 作客是可协赢 但是车路士今时都 退了息 对了 其他都是护级球队 护级球队赢是应该的 如果欠欧洲赛 甚至乎目标是欠欧联 互级球队是必须赢的 是的 现在就叫做第六位 对第九位 好像很近 但是你看到状态 你看到左边 右边图也知道 五面胜 对隔壁是三负两和 大家状态非常鲜明 对比 亦是两个当家射手的对决 英国本土射手 哈里坎以外最强的射手 东利和屈堅斯 对了 两本的对决 屈堅斯状态有多好 但是刚才 如果有看我们上集的回估 都知道屈堅斯状态有多好 世界背后仅次于夏兰特的入球者 真的不简单 上场 阿圣通维拉 三比零人 扭卡数 屈堅斯是两入球的助攻 亦都是入到防守力今届最好的扭卡数 三球球 所以宾福特究竟能否支持屈堅斯呢 这一场球我自己觉得 艾玛丽是要直至帮维拉重返欧洲赛的话 我不知道维拉有多久没有打过欧洲赛 可能真的很久 维拉应该 我想欧协也有机会有打过 但是因为其实他升班也不久 降班了一段时间 我想如果阿维拉 可能有违拉球迷告诉我 没有做这个功课 有很久没有打过欧洲赛 就是能不能够帮阿士东阿维拉 重返欧洲赛场呢 是 有些机会 另外想讲讲 因为屈堅斯和东尼 两大蛇手的对决 功力应该都有些保证 我们看到数字 其实平均入球每场球 1.5-1.4 失球也是1.4-1.3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总之入球应该有保证 尤其是在艾玛丽的资格 维拉是18场球 全部有入球 是很强很强的数据 就算他赢和虎也好 也有入球 所以这场球可能是一个大手交易 大手交易 我自己觉得 可能阿仙通维拉 可能都会大比数赢 宾福特 你觉得作客大比数赢 宾福特 我们看看往迹 其实上一年都曾经对过两次 宾福特主场就赢2-1 维拉 作客就输4-0维拉 至少都是3-4球 至少都 再前一年 1-1 那时候维拉 还没那么强 宾福特 已经是差不多 但是 总之每一场球 都一定要有一个球 其实很简单 我只是捉盘路 是 因为旁边已经连输三场 是 是 你看回 他已经是长军 长长有失波 的宾福特 我觉得 对着阿仙通维拉 有机会 今场至少 失两球以上 你觉得这么大手交易 是的 你觉得维拉是赢的 是的 我觉得维拉是赢的 是的 我觉得 都是和 我觉得是看和的 我觉得宾福特 又没有差到 虽然他没有什么争 也没有理由作客 那也对 就是 你作为利己球迷 你都希望 上面就能和 都不一定 都不一定是 因为这个原因 而是宾福特自己主场 其实今季宾福特主场 让我讨论一下 他主场 其实都是一个 很值得 不可以看小的对手 应该这么说 宾福特主场 其实是排第九 只是输过两次 是 其实 他应该不输 都是很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是二比二和 好 那这场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一场 下一场就是利物浦对森林 这场有些强弱原始的 赛事来的 但是 我们要看看 其实很有趣 因为你看看 原来 上年 森林 赢1比0 赢0的普 主场 继续对上 在联赛上对决 已经是1999年 森林 因为森林 过了班 至今年才升上来 是的 是 我们之前 季节目都有提及 其实班主本身 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升 所以菊巴 所有球员 当时的班底 九成的球员都是借回来的 所以就等于散班再买个人 深浪上来 用了很多钱 包括现在我们上片中看到 欧冠杯世界杯级的门将拿华斯 都借回来 他的阵容都有很多升级的战将 可惜踢下去又不切预期 本来双十之后的主场优势 近这几场大家看到 五场一和四负 输的是曼联抵输 输给维拉都叫抵输 输给柳克逐都抵输 不过最大的惨情就是 列斯园6分互级 主场打和狼队 令到他们在互级形势上排第13 到现在排第18 所以形势有些级级 尤其是今场对上场 狂炒列斯园6比1的利物浦 再回到暗飞路 连阿仙奴都抵不住的暗飞路 森林 我都敢说死硬 究竟输了多少球 你觉得死硬 我自己又觉得未必是这样看的 利物浦最怕的是什么 和你死守 我觉得如果 如果你说利物浦作客森林 我觉得反而不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森林希望在主场拿回3分 但是森林知道自己 作客去到利物浦 你也是要求1分 大师傅 守他中路不这么简单 因为森林作客是全英超第尾 支撑1胜 3和11负 很厉害的是 他英超入球排到我上回顾也有说到 是和西藍顿和外来团一样入球最少 全英超 失球是最多的 首先作客入球 15场入球 入了5球 即是3场才入1球 另外失球很厉害 失36球 我知道失球很厉害 真的不太简单 15场失36球 一场至少失2、3球 尤其是对现在这一刻 对上了力的利物浦 当然有球迷就提醒 我或者其他利迷 是 大胜过后的利物浦 都是出事 但是我正常说一样 但是我必须要说 硬飞路就是硬飞路 硬飞路主场就不会怎么出事 我也是维持着大胜 因为我始终也记住 利物浦也是一个海鲜球 是 是 通常利迷都觉得 哇 在复苏的利物浦 是 就是爱华顿那次之后 大家都以为利物浦都回来了 但是又出事了 究竟会不会 就是刚刚 6比1的利物浦 会不会又做合道呢 大家也知道 利物浦也是合道 今季回到合道本色 但是到季尾 我想高普 不会摄油炭的 尤其是 就是这样 基本数据 我觉得是赢大胜 好了 看看利物浦就是大胜 好了 今周焦点大战 上周大家让死 今周真的争死 对决陆分波 柳加素主场对着热刺 今届柳加素防守力有多强 大家也知道 虽然刚刚那场 输了3球给阿盛东维拉 两队的当家射手 也是伊萨克对着哈利坦尼 哈利坦尼上场没入球 所以就输了 不入球 又是 庭英都说了 哈利坦尼是热刺神射手 23球入了 对面 埃米朗 11球 卡林威尔顺10球 柳加素是 助攻榜来说 就是佩里石 上场输2比3 都有助攻 古老石夫斯基 柳加素是查比亚 不用说了 劳加素自从伊萨克出来了 就算阿玛朗熄火 其实戴着前线 近段时间也入球不少 你也看到 除了维拉那场没有入球 其实长长 连续四场都有入球 而且入球也不是一球 不简单 是入两球两球 五球两球 所以我觉得这场球是大手交易 以及热刺的防线 你看看 是 长长都失一球两球 如果搬尼玛夫得到三球 柳加素都应该入两球 你看看 你听Tommy的笑声 就知道 是耻笑声 我没有耻笑 我没有耻笑 我怎么会耻笑柳加素呢 你耻笑已耻笑 你耻笑已耻笑 你耻笑 你耻笑 我耻笑柳加素 可以长长入球 这场要讲一讲 柳加素唯一的人 就是麦斯明 受伤 未知返回来 乃恩废沙收了一些 其他那些 都无所谓的后防伤兵 而耻笑 便宾戴维斯 有机会这场复出 比数码又收了一些 宾达故亚都收了一些 这几个就认识 其他有些都不认识 大功力 尤载 柳加素的防守行力 究竟可不可以 在作合围之后 及时在主场复甦 这就会是这场的关键 但主场来说 柳加素今季的成绩 都很稳定 大家都应该做球迷 收下印象 因为主场仅次于利尔浦 排第六 但也只是输过一场 其实输的机率率非常小 我也是一句 我不太好意思 我不太好意思 你觉得柳加素主场有问题 我自己觉得 会不会有机会和 让死之后的东西很有趣 我甚至认为这场六分球 会比较弱 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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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柳加素 也会想到 这场主场都拿不到热刺 就拋不开他 其实如果这场球 直接打低了热刺 就很稳定了 起码少了对手 把热刺 基本上都淋到冷水 他自己又叫做 因为刚刚上场他输了 其实他有点压力 是 我相信主场 柳加素也是那一句 拍得住利尔浦的主场威力 所以我觉得对他很有信心 是吗 很有信心 你觉得他比较呢 比较 根据今季的走势 我相信热刺能入球 但我相信热刺会失得更多 我想2比1到3比1 跟以往都是一样 当然从前的柳加素是公强手弱 你看看往迹都是3比2 5比1 总之很可以预期的 就是这场球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我自己都觉得 我估计2比1 或者3比1 都是这样的比数 我都觉得柳加素是主场赢的 都是6分球 柳加素应该不会放过 如何杀败一次的机会 是 是 3场分析的前瞻 我们就去到这里 是 好 那我们要看一看 再去到 即分榜 即分榜 看一看 是 是 刚才我们两个都说过 今场的重点赛事 就是第4、第5名 刚才我都提及过 如果柳加素直接 杀了二次 就二次打多一场 差6分 是 其实只剩下6场球 是 很老实 我觉得他前四 就真的没有了 甚至乎 觉得维拉的机会 都比他大 白蕾顿尤其是打少两场 只差他4分 是 其实他直接 如果这场输了3分之后 他就跌到第7 就看利物浪过不过他 是 是 因为白蕾顿 他不能跌到第7 因为白蕾顿 金周没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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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首执两场 当然啦 虽然是那一句 两场球赢了才说 但是我觉得白蕾顿的勢是很好的 两场呢 我还差4分 一胜一和 德塞球都会赢他 是 他怎么都被维拉过 然后白蕾顿德塞球又赢他 同分也输 都是看利物浪过不过他 我对他 就是这样 好 今集的前瞻到这里 下个星期 回顾回来 又再见 是 好 拜拜